妈妈说今天要给我做好吃的回去看看 真没想到竟然是个穷鬼给我去死吧 快给我住手 你个杀人犯竟然杀死了我的妈妈 哦 你说什么这么说 你也是这家里的主人了 在你家我只找到了十块钱 一气之下就把他咔嚓了 如果你不想死 就把家里的钱都给我交出来 你休想你个小偷竟然谋财害命 杀死了我的妈妈 现在我我要去警察局报警 你等着去坐牢吧 忘了告诉你警察已经被我收买了 他们今根本不会上班 我看你往哪里跑 幸好小伙伴们帮我做好了逃离跑酷 就算你跑断腿也别想抓到我 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那先听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这个小偷拥有十次盆气背包 而且马上就嘴上你了 那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就是你今天太可怜了视频 只要有两百个点赞 我就让你开通无限次盆气背包 就怕小伙伴们不愿意帮助你 不知道小伙伴们愿意让我拥有 无限次盆气背包吗 当然了不强求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 就是说你们有谁能记住自己爸爸的生日呢 如果你知道就再公平告诉我吧 如果你说对了 那证明你就是孝顺的好孩子 我就要送一个神秘礼物给你哦 如果不信就试试看好了 不过前提你得是我的粉丝哦 如果你也想要这个跑酷游戏 记得关注收藏哦 下面请大家自行观看吧 恭喜你逃离成功 谢谢大家